历经六个皇帝 做过一任皇太后和四任太皇太后的王政君 可不像她的前辈吕后和窦太后那样大权在握 风光无限 她作为汉元帝的皇后 本来就不受宠 结果汉元帝去世前 备受宠信的傅昭仪趁虞而入 想让汉元帝改立她的儿子为太子 废掉王政君的儿子刘傲的太子之位 眼瞅着王政君女主角的身份就要拱手相让了 关键时刻 朝廷重臣史丹站在了太子这边 最终汉元帝考虑到王政君为人谨慎 太子又曾经是汉宣帝的心头肉 这才保全了刘傲太子之位 王政君终于松了一口气 汉元帝死后 太子刘傲继位就是汉成帝 王政君也从皇后变成了太后 在主角的道路上稍稍向前迈了一步 在第四场戏中 王政君不再像前三场那样顺利 经历了有惊无险的皇后保卫战 品尝了被冷落被忽视和差点被代替的心酸 身为皇太后的王政君 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又将采取怎样的行动 没有主角光环的主角王政君 将如何参演自己之后的戏份呢 咱们今天接着聊 第五场戏刚开场 王政君虽然坐上了皇太后的位置 可他还没从皇后保卫战的恐惧和忧虑中 换过身来 王政君回想起自己在后宫被冷落的日日夜夜 觉得自己之所以不被重视 都是因为自己的家底不够厚 家族势力不够强 所以那些人才不把他放在眼里 才敢不断的挑战他 虽然现在自己成了皇太后 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 受别人气了 可独木难成名 如果自己还是孤军奋战 再次遇到问题 依旧会束手无策 绝不能再让这种事发生了 必须想办法壮大自己家族的势力 那会儿王政君的父亲已经离世 但借着皇太后的身份 王政君就像当初的吕后一样 大肆分封自己的娘家人 先是封大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 领尚书氏统领朝政 又把自己其他的兄弟 如王潭 王阴 王崇 王商 王根等 都封为万户侯 这还不够 封完兄弟封子侄 娘家子弟多 王政君封起官来又没截至 一时之间朝堂上到处都是王家人 开启了一门石猴 五大司马那种外戚干政的局面 看着一切都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王政君的心情也逐渐舒展了起来 对待自己曾经的敌人傅昭仪和刘康 王政君出人意料的不但没有为难他们 还让对方回到了封地定讨 安心过上了种花养鱼的退休生活 要说王政君有啥不满意的 应该就是自己的儿子汉成帝刘傲了 汉成帝在做太子的后期 就已经暴露出不适合做皇帝的一面 成为皇帝后更是肆无忌惮 整日沉迷于酒色 还花费大量金钱建造宫殿供自己享乐 简直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一个 当初他爷爷汉宣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厚望 给他取名刘傲 是希望他像千里马一样出类拔萃 谁曾想这个宝贝孙子不仅成不了千里马 最后竟并得诸狗不如 据汉书记载 汉成帝是男女通吃 私生活混乱 先后宠幸的有男宠张放 发妻许皇后班杰鱼 魏杰鱼 以及大家都很熟悉的赵飞燕和赵和德姐妹等数人 对于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王政君确实没有办法 虽然他也下令流放那个男宠张放 断绝过儿子惹人争议的感情 但他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儿子 更让他无能为力的是 无论是哪个儿媳生的孙子和孙女 都早早的夭折 王政君没有享受过正常家庭 当奶奶的开心和幸福 但不满意归不满意 王政君并没有意识到 儿子不给力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也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应对不测 只是日复一日重复过着皇太后的生活 接下来 王政君的第六场戏来了 他好不容易迈入正轨的皇太后生活 再次被打破 这是他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公元前七年 在位26年 十年44岁的汉成帝 在妃子赵和德的宫中暴毙 64岁的王政君痛失唯一的儿子 而且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母亲可以没有儿子 可国家不能没有国君 王政君作为皇太后 还没有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 就必须要找手处理继承人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 汉成帝一个继承人也没留下 汉元帝另外两个儿子 刘康和刘兴呢 也早已经去世 可供选择的只有刘康的儿子 刘兴 刘兴的儿子刘姬子 在王政君的受益之下 刘康的儿子当初情敌 傅昭仪的孙子刘兴继承了皇位 就是汉埃帝 王政君呢 也顺势成了太皇太后 按理说成为太皇太后 辈分更高了 名号更响了 王政君的日子应该更顺利 可事实上 他的生活反倒更糟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汉埃帝虽然是由王政君推荐 但在自己母亲和祖母的挑唆下 并不信任王氏家族 见到满朝姓王的官员 他也有样学样 想逐步构建自己的势力 汉埃帝即位后 先后遵奉自己的生母丁姬为太后 祖母傅昭仪为太皇太后 加上当时本来就已存在的太皇太后 王政君 以及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 这时候也成为皇太后了 一时之间 中国历史上 居然史无前例的出现了四个皇太后 并存的尴尬局面 真是活久见 本来在后宫处于顶端的太皇太后 王政君 权威却被大幅的削弱了 随后汉埃帝又找机会 把王氏外戚集团一个个踢出权力中心 王根 王王等先后被霸直回家 取而代之的是汉埃帝自己的母亲丁氏家族 眼看着自己手上的权力被一点一点的剥夺了 大概这世界上没有谁比身为太皇太后的王政君更着急的了 可皇帝不是他的亲孙子 他想掌权 门都没有 更可气的是有了孙子撑腰 得到太后封号后 旧情敌傅昭仪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动不动就当面叫他老太婆 全然不顾他才是最正统的太后 对王政君来说 这是多么让人哭笑不得的事 明明是他对曾经的情敌傅昭仪网开一面 还大度的推荐了他的孙子做皇帝 他们不但不感恩 反而变本加厉的报复自己 可他有什么办法 要怪就怪自己和儿子太仁慈 要怪就怪自己没能力 想办法帮儿子留下继承人 不然现在当家做主的就不是别人的后代 就不用承受这份委屈了 既然没办法改变现实 自己呢就只能先隐忍 一边隐忍一边等待机会 王政君隐忍的日子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接下来的第七场戏 王政君等到了新的机会 皇后王政君一辈子都活得憋憋屈屈 哪怕当了皇太后和太皇太后也照样没有存在感 甚至在汉埃帝继位后 中国历史上居然史无前例的出现了四个皇太后并存的尴尬局面 本来处在后宫顶端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权威被大幅的削弱 昔日的情敌傅昭仪也摇身一变成了傅太后 还动不动就当面叫他老太婆 丝毫不把这个最正统的太皇太后放在眼里 忍了许久的这位王太后终于等来了机会 什么机会呢 咱们今天接着聊啊 原来继承汉成帝皇位的汉埃帝呢 也是个荒淫无度的短命鬼 在位年间呢 眼里只有他的好基友董贤 还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典故断秀之辟 公元前一年 当了六年皇帝 才24岁的汉埃帝驾崩了 凑巧的是 汉埃帝呢也没有留下子嗣 那一年王政君已经70岁高龄了 听到埃帝的死讯后 老太太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迅速的移驾未央公 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中枢 夺回了传国玉玺和兵权 这回啊王政君没有那么仁慈了 后宫昔日跟他有过节的女人 他都没有放过 活着的如赵飞燕和汉埃帝的父皇后 都被逼死 死去的傅昭仪和汉埃帝的生母 丁姬的陵墓也被扒开 拿走不符合身份的陪葬物品 吃一欠长一智 到了再次立皇帝的时候 有了之前的教训 王政君呢就长了个心眼 权衡立弊后 他选择了汉原帝时期 逢昭仪后代一个九岁的小孩子刘看 也就是汉平帝 这就有点像后来的慈禧太后 儿子同志皇帝死了 又找了一个还在强褒中的婴儿 继承皇位 就是光绪皇帝 奶奶辈的王政君非常清楚 汉平帝年纪小 斗不过自己 这是闲鱼翻身的大好机会 为了防止再次大权旁落 他决定先发制人 一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 招自己的本家侄子 新都侯王莽入宫至丧 辅佐汉平帝 一边指使朝中大臣弹劾董贤 在汉原帝卧病时 没有亲事医药 逼令董贤自杀 经过一番布置后 王室外戚集团重回汉室朝堂 王政君也以太皇太后的身份 重新掌控后宫 然而王政君并不知道 一直以来看中的侄子王莽 会让自己落得一个 葬送大汉江山的骂名 王莽已经不甘心 再给汉室的娃娃皇帝打工了 他要改朝换代 让天下姓王 王政君的第八场戏 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场戏 因为配角往往突然变主角 充满了遗憾愤怒和委屈 汉平帝即位的时候 王政君已经70岁了 早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 王政君回忆起自己的几十年经历 从18岁入宫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想跟他争权夺利的人 无论是同代下代 还是下下代人 都给他一一熬死 他在线时间最长 也拥有了很多人 都难以拥有的权利和地位 他却越来越怀念 曾经不安事事 轻松快乐的自己 王政君的心事 被一直以来 都跟在他身边的侄子 王莽注意到了 王莽是王家最有野心 最会隐藏的一个 多年来爱惜羽毛 有勇有毛不骄不躁 深得大伙 尤其是王政君的认可 眼看着王政君年事已高 新皇帝尚且年幼 自己有了足够的积累 王莽改朝换代的念头 是越来越强烈 为了让老太太高兴 也为了让自己更方便的掌控汉室的朝政 王莽一方面 继继续与谦宫的行事作风 拉拢朝臣 让他们对自己歌功颂德 另一方面 王莽家境讨好姑妈 他提议王政君将权力交托给自己 多出宫走动走动 看看美好的大汉江山 王莽提议郑重王政君的下怀 出于对王莽的信任 王政君放心的过起了舒适的半义退生活 而王莽则利用这段时间 一步步将朝堂上的重要位置换成了自己人 为自己的改朝篡位 做好最后的准备 公元六年 即位五年 年仅14岁的汉平帝去世 汉元帝三只血脉彻底断绝 汉平帝去世的这么巧 有人怀疑他是被王莽谋杀的 但表面上看来 在汉平帝病重时 王莽曾经摆出一副 我愿折寿十年换天子平安的模样 因此汉平帝死后 朝堂之上王莽依旧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这回立皇帝时 在有好几个汉宣帝的曾孙 可供选择的情况下 王莽却主张立汉宣帝两岁的玄孙 刘英为新皇帝 还穿着群臣 向太皇太后上奏折 希望册封自己为摄皇帝 九位涉及朝政的王政君 这才明白过来 侄子一直以来打的是什么算了 王政君气愤不已 但此时他年事已高 又久不露面 早已经说不上话了 大家又都记住了王莽的好 王政君只得顺水推舟答应 可王政君一直没有从心里认可王莽的做法 汉宣帝曾孙留信对王莽发难时 他还高兴的说 王莽的好日子大概到头了 以为自己能摆脱助纣为虐的骂 可王莽还是义无反顾的篡夺了大汉江山 自己当起了皇帝 王政君明白 要对付王莽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也知道 王莽能有今日怪谁呢 都怪他识人不清 骂名自己是悲定了 王政君决心保护好传国玉玺 维护最后的体面 这样王莽就算当上了皇帝 没有玉玺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 王政君想到的 王莽当然也想到了 他派自己的堂弟王顺去找王政君 顾及到亲情 王顺没有应夺 而是心平气和的告诉王政君 王莽此次是志在必得 孤子俩何必翻脸呢 还不如直接拿出来 对大家都好 王政君知道大势已去 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于是把玉玺扔到了地上 为此那块玉玺还碎了一脚 他气愤的说 我已经快死了 有你们这样的兄弟 我们王家迟早是要被灭族的 王莽篡位后 知道王政君怨恨自己 常常刻意的讨好这位姑妈 给王政君上新的尊号 盖新的宫殿 还给宫殿取名长寿宫 祈求王政君万寿无疆 但王政君因为心里有气 动不动就跟王莽对着干 王莽改了汉朝的制度 王政君的生活依旧是遵照旧的制度 直到公元十三年 十年八十四岁的王政君逝世 这个史上最长寿的皇后 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戏份 才算彻底延满 而最后的配角王莽 虽然转型当上了男主角 在王政君去世十年后 也因为改制引发天下大乱 死于乱军之主 回顾王政君的一生 我们发现年轻时候的幸运 让他误打误撞 生下了皇长孙 成为了皇后 可由于他家世不给力 魅力很一般 所以他做皇后时 一直是被冷落 被忽视 还差点被替换 一直饱受着负面情绪的煎熬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 他曾经大肆分封自己的娘家兄弟 打造王室一组的势力 但因为没有培养好继承人 随着儿子的暴毙 又被逐渐架空了权力 好不容易夺回权力 又因为识人不清 临终给自己落了一个 让西汉王朝灭亡的骂 活着不如意 死了也憋屈 王正军的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做主角的实力 却因为幸运的被推到了这个位置 幸运很可能会变成痛苦的根源 位置越高 承受的反噬越重 戏份越长 煎熬也就越久 搞不好还把戏给演砸了 其实人生这场戏 不用在意自己演的是主角还是配角 其实无论主角还是配角 自己能演得来才是最好的角色 你说 爱情 比嘉宾 比嘉宾 甚至这位 有红柿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